底下一个问题 弟子是创作小说的 时时刻刻也想着悲欢利和 恩怨情愁的故事情节 好像跟正念和亲近心相违背 像这个样子应该如何修行 你要把写小说这个念头放下 为什么呢 写小说 写戏剧 自古以来 中国外国 国报都不好 这是你要警惕到的 为什么呢 跟如来正法了 真的是你所说的 180度的背道而驰 你怎么能转过来 那你真的要想转过来 从事于这种行业的话 你先成佛 先成菩萨 然后道家此行 回到这个世界来 用这种方法去表演 那就没有错了 那你就是普度众生 你没有这个程度的话 这个东西对你决定有害处 在二十几年前 我在台湾 我们的道场呢 我们的道场呢 在金美 化妆图书馆 距离我们的道场 很近的一个学校 那个时候 叫世新新闻专国学校 里面有些学生 常常到我这边来听见 听多了 他们有些学这个影剧 学这个学系 知道这个问题 跟你所提的是一样的 来问过 他这个会造很重的 怎么办 我就劝他们 放弃这个学习 该修别的学习 很多同学确实 他明白他觉悟了 不再念度学习了 这是要有很高度的精确 也要很有的福分 你才真正明白 这里头的英国报应